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华人同修阿彌陀佛 我们继续来讲解中华文化道童《易经风水》 在风水方面若是我们了解 你会发觉山河大地是那么的伟大 那么的妙 三年金丹在宗教在佛教里面讲 佛陀释迦摩尼佛所抱的那个摩尼珠 就是金丹 就是我们的丹田 丹田 这个丹田 每个人生命 自信生命 是个宝 在地理的这方面 尤其这个金丹浓穴 更加可妙 先佛寺 我们米头讲堂右边 那里一个点 就是白鹤细水 白鹤细水 白鹤细水 那这白鹤斩刺 白鹤呢 他在细水的时候 他要吃水 他不会那么糊涂 嘴巴就伸下去就喝了 后来一定会被毒死 他一定用他的翅膀 去打 打一打 那个水能吃的 他才喝水 在我们这里 有一个点 叫做白鹤细水 那白鹤究竟是真是假呢 一定要有丹顶 一个丹顶 丹顶 画白鹤的时候 就有一个太阳 入落西山的太阳 是不是这样白鹤 白鹤一定要有一个丹顶 或是细羊 那一个猪 那也是磨灵猪 是长寿 一定要有个磨灵猪 所以在本市呢 这个白鹤细水的地方呢 有一天 时间到了 我就 要我们师兄 拿个铲子 血 薄薄的 我把它打开来 很漂亮 很漂亮 一个红红的 这么大 红红的图 就像花的 红红的这样 那天 我看得出来 在那里 好了 就把它盖起来 中午 师父 我们这个 正言 法师的 剃度 法师呢 师父呢 在枫原 池云寺 老师父 已经八十六七岁了 他从日本 学到 学法回来了 啊 刚好来到 来到这里呢 那天中午来 我说师父啊 我带你看一个龙穴 白鹤细水的穴 你们看过 我整个 吃了八十几岁 还没有看过 什么叫做龙穴 好了 我挖给你看 我把那个穴 再把它剥出来 一剥出来的时候 整三个 白鸟齐饼啊 呼 叽叽叫啦 那个虫也叫 鸟也叫 什么都叫 好 很热烙 那玩呢 哦 老师父呢 哦 他会说 一直持重 一直持重 一直看 很高兴 哦 怎么那么有福报 看到这一点 哦 他说好了 那我就看了好了 我说好了 盖起来 又归于平静 你看那白鸟齐鸣 从哪里来 好 那是很奥妙的事情 因为龙穴 见到大修行家 修行人 天人感应 就天人合一啊 大自然 是为天 人 和大自然合我为一啊 就天人合一 所以 那个声音啊 哎呀 之美啊 我常常到山上 去挖那个龙穴 地里有龙穴嘛 哇哇哇 碰 一个一声 哇 鳥的都 都飞起来 那一个小小洞 一挖了 挖破了 那整个山上的鳥都飞起来 后 我的出手丢了 往下逃 不敢再上去 那个 这个破坏地里 有时候很罪过 因为 我挖了太大力了 我不晓得 我在学吧 不晓得挖下去 因为屑 那些很罪 他气很网 气很网 吖 他就里面会形成一个洞 一个洞 裏面都看干净哦 冬暖夏凉 那么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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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双声音很大了 哇 那个白鸟齐穴都飞起来 那么很妙 所以我们三联金丹法门 能够创造地灵人节 但是如果破坏了 也会伤害到山河大地 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法门 都是要特别小心 当我们知道龙穴的重要的时候 我们点穴 我们就要特别的留意 以后我会传点穴的口学 给各位眼睛耳朵尿下江湖 我不用写的 口学很多 但是点穴的口学 当你知道了 你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龙穴 很简单 我们山爵士 那里也有龙穴 那里有龙穴 只是老师傅都盖了就好了 以后我们就不能讲了 老师傅盖了就好了 所以每一个地点都有龙穴 若是你把它破坏了 就很可惜 我们山爵士师父没有把它破坏 师父很慈悲 他把它保存起来 保存得好好了 等待未来有缘的人 去开发这个龙穴 这个我们此地炮荒代实贤 此地炮荒代实贤 我跟李属玉理工李老师 他除了教我 礼器和玄空哀星以外 要我们一定要练佛 你修再好的 易经风水学妙法 如果不修佛法的时候 你也会悟大事 所以在我们的法门 教易经 教风水学 做人处事以外 我们交代我们所有的 易经大学同修们 要学习练经 当年炼经 炼经是供养我们的守护神 炼经供养我们的护法神 炼经回向给我们的冤亲在主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们两个礼拜后 我们早上就要开始做早课 我们的早课 我们大家学习一步一步的做 以炼经的功德来回向 我的师工 唐正一 他是道地的净土宗 他每次看洪水回来 他一定要炼经 炼佛首阿弥陀经 去度 每一个龙穴旁边的护法神将 这一点也很重要 因为龙穴让我们看到了 那里最起码有四大金刚 四大天王金刚 站在守护的四个地方 千尊乱窃 那我们要炼经回向 请他转师给当地的护法神将 三神厚土 养葬活力 加持 所以我们学习风水学 对炼经也是很重要 我们要知道用意 这个地点 有龙穴 有的还要一百年以后才会发 有的还要二十年才会发 有的时间就到了 王永庆他们的祖坟在台北翡翠水库旁边的湾潭 湾潭的地方 在很多年前 我跟着师父一直到山上去 到山上去参观 去看了一个大猴子 一个猴子这样 那个穴猴子这样 那一个王永庆他祖先的风水 穴刚好是点在脚 点在左脚的地方 左脚 脚底 脚底这里 朝着有四条大水 大河往这里来 这个猴子很漂亮 那个行三行 我跟师父 我的老师一起去参观 哎呀 这不知道谁的大地理呀 大富大贵 要停顿六十年才货才花 后来我们到了山下 去请示一位老农民 他说你不认识哦 不认识 王永庆祖先啊 王永庆的祖先哦 你看 然后走到大宝 龙庆大地理 他可以利益的多少人 他要养多少人 借着他的智慧来社会 维持社会的和谐 养多少人 所以地灵人节 他能够普利的人天 普利的社会大众 那么我们今天学 疫情风水学也是要来普利 社会大众 一个公司的不如意 我跟各位讲过了 到大陆 一家工厂 原来我们在北边好得很 他结果开到南边去了 两三年亏了一百多亿 开玩笑 一百多亿怎么赚 他其他的工厂要来赚来补 很可惜耶 现在听说 前几天告诉我说 他那红字往南边了 原来在南边好多人 旺气旺荒 整个山的形式都对了 结果只是一般 社会上讲的东西是命 东西是命 所以各位同修 我们的法门 东西是命完全不用 东西是命 法无定法不是死的法 如果是完全在东西是命 那么我们今天 我把东西是命写好了 明天你们大家可以回去了 没有用 没有办法利益到整个社会 所以我们的法门 是一个立体交汇的法则 立体交汇的法则 九天贤祢 它是九宫 这个是九宫 我们这会跟各位讲的 九宫 这南 北 东 西 西南 东南 东北 西北 东西是命 是根据 完全地球 静止状态的时候 完全地球静止状态 地球静止状态的一个法则 但是法无定法 这个只有二十年 二十年 叫做五运 五运 接空 五运接空 五运接空 完全静止状态的时候 所用的法 所以现在坊间 很多地理风水的书 都是完全静止状态的 没有想到地球它在自转 也在公转 地球自转一分钟 473公尺 一秒钟 地球自转一秒钟 472公尺 你看快不快 自转一秒钟 472公尺 把它在公转 寻找太阳 再转 一秒钟 43公里 你看快不快 一秒钟 43公里 地球 这我们叫玄空 完全净土状态的时候 我们所用的风水学的 就是 东西四病 这边 就是 这边是东四病 这边呢 是西四病 这边西四病 这边是东四病 把人类 分为东西四病而已 而同学 一经下令 世上 山不是山 水不是水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啊 佛法 讲了太妙 五蕴皆空 太妙 五蕴 就是我们解释所讲的 五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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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净土状态 叫做接空 所以我们的法文 我们是谈 所讲的 我们是佛法 我们也许古代的人 这个佛和佛 好像是阴港 同样的阴 是不是 佛法 佛法 你看口音怎么念 佛法 佛法 两个都佛法 佛的法 所以我们的法文 叫做佛的法 佛法 佛法也是佛的法 佛不是死的 佛是活的 佛是活的 是智慧的 所以我们一经 风水 它也是佛的法 佛的法 风水 也是佛的法 法无定法 在上个月 我们一位信徒 老师啊 我为什么去年开始 一直衰呢 正常 因为你 以前你忘了 二十年已经够了 现在开始要换衰了 怎么这样呢 为什么呢 你现在 这样转 这里接触到太阳光 它地球会转啊 地球会动啊 会动呢 变成暗了 光了 变成别人了 说风水轮流转 问我怎么办 也不能搬家 搬家也无意 怎么修正 我们的法文 就能够修正 能够用天一补啊 天一补 该猜就猜 该补就补啊 所以 这也是一个 活法 是佛的法 活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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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就是智慧 就是智慧 活法就是智慧 当然我们要研究这种法文以前 我必须要让各位了解本中文法文的法脉 清楚了以后 我们再弹进去 再讲 就完全能够接轨 本人跟李老师学了这个三年金丹门法文以后 我在印证的很多很多的妙法 尤其我们经文清郎经里面清郎经 好 我们杨公先师做的 杨旧平 金融 一个成语 金融洞 金融 就是龙穴 龙穴 找到龙穴 破土出来 一定会地震 这么多人来 我的印证 我看到大地鱼 一挖出来 哎呀 糟糕 大地鱼 这么大的地鱼 一挂纯青 这个要地震 12小时内 一定要地震 结果大地鱼挖出来 破打开来 12小时内 一定地震 印证了 20几年的时间 很奇怪 有的呢 一边挖一边洞 你说这些臭桥吗 又不是呢 印证里的杨公先师 他已经告诉我金融洞 龙穴 你挖到龙穴 天地敢用 在清水的地方 在清水的地方 要到清泉缸的半路上 一个清水公墓 在26、27、28年前 我一位师兄的阿公 往生了 往生了呢 我跟他点个龙穴 这个那个龙穴 用三年金丹法门 我去寻找 一直推到这里 龙穴在这个 一堆大草堆 大石头堆 没有人要 穴在里面 我跟师兄讲 这个龙穴在这里 你们张家有福的话 挖出来 你们就可以得到 结果挖了 我说 确实是大地里 那么今天呢 晚上 如果有地震了 你们就来葬你爷爷的 如果没有地震 你就不要葬了 因为都是虚发也破坏掉了 结果那天晚上地震了 很高兴了 很高兴 很高兴了 那我就 好了 葬你爷爷 可能你有福气嘛 有福气呢 就看时间 看这个时间呢 我根据师公教的法门 一道这个阳穴要下雨 阳穴要下雨 所以我选了 下午三点二十七分 一定要下张 那一个时间一定会下大雨 三点差不多二十分左右 都到了 哇 潜伏大雨哦 连我自己身体都 难得都湿湿了 而且他一直用道士 道士骂了半死 这个地理师 一点都不懂 为什么都下大雨 不懂就不要当 怎么 整个身上的雨 我笑一笑 一路很年轻 我没有讲 我下雨才好吗 才不会做啊 不然会很做啊 越讲越生气 哦 我说不要看人 要下就不会 要下张时间到了 就不会有雨了啦 这个道士法师他讲 反正有雨没有雨都一样嘛 反正全身都湿呆呆了 我说 时间到 下雨 但是要这样 时间没有雨 刚好 二十四分钟 没有雨 二十五分 二六 二七 这三分钟 小的太阳光 往龙穴里面照 我赶快下 看不起来 雨又来了 哦 这个 风水的殊胜 这样了 以后呢 现在在洛杉矶 很发达 在洛杉矶 非常有成就 在台湾 也非常有成就 这地理人 解的法则 阿弥陀佛 她们在洛杉矶 也有成就 在洛杉矶 麵 她们在洛杉矶 30分钟 其实这地理人 大争大人 在洛杉矶 我们在洛杉矶 中国大人 中国和洛杉矶 在洛杉矶 这地理人 有成就